周姐有人说要帮我写一首歌 对对对 如果你绯闻再多过一次 我在创作的环境之下 虽然说是很乐观的话 我有什么电脑 我有钢琴 但是写出来的东西呢 不是快乐 他说歌迷你希望你和侯小姐分手 你有什么回应 其实我觉得希望大家注意我的事业 其实老实讲感情跟事业 我自己比较注重事业的一个人 我觉得我会加油在我的事业上面 希望歌迷朋友可以继续支持我 简单的那种忧愁的感觉 听起来有点忧郁 有点小小的悲伤 可以让你回忆一些 以前可能谈恋爱的时候 很甜蜜的感觉 但是心里还是酸酸的这样 就听这个歌呢 最好不要在晚上都听 因为很容易掉眼泪 就是常常在口中说释怀 通常他们都没有释怀 所以还躺在心底处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但是不要说反正把这段记忆 没好记忆放在心底 所以这个歌词就这样出来 今天拍的MV呢 其实老实讲我也不知道名字是什么 因为歌曲并没有完全的想好 所以先拍 因为有时候没有对嘴的部分 其实先拍戏的内容 一下子可能有一些负面新闻的时候 我本来都不太能接受 也很难过 常常会看到那个标题 或者是想到家人会因为这样子受伤 我都会很不能适应 我觉得人呢 当然是需要谈恋爱的 但是 我觉得不能跟正常人一样 对对对 这种就是真的是顺取自然 全部都是导演的想法 然后我就是 就是尽量表现出 就是我的 用我的感觉去表现出来 然后把自己假装成是他的女朋友 我觉得其实 他虽然是人人都很羡慕 他是成为周杰伦 可是我看到很多他 当一个天王级的一个些性酸 所以我就聊了一些我看到他 后来就有一首歌叫我不配 就是那个歌 就比较像他的生活 真的有时候就是 我说我跟着我的女朋友 牵手在路上看电 他就很难做到这件事情 常常吃饭之后狗仔就来跟了 然后很难好好吃一顿饭 开个车每一次我都像玩云霄飞车一样 我会觉得哇太紧张了这样 对 但是难得的是有这样一个好朋友在你身边 他懂你所有这些难处就够了 去看电影 两个人要做不同台做音乐 感觉好像两个人看不同场的电影 以前比较 以前比较时间比较多 后来狗仔盯得比较紧之后 就比较交不到女朋友了 对对对对 好可怜喔 就算交到也不知道去哪里 交到之后还跟女朋友说 妈妈你戴口罩跟我一起出品 送女朋友第一件礼物送个口罩 这才会有那首歌出来嘛 没啥 我不配 对 对啊 有没哪里有口罩一个给我 喂 那是彩猴 彩猴 对啊 不好意思 我现在接受的一次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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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下一首的歌曲 我不配 我不配 还好 他在台北没有唱这首歌 大家一直在笑面喊 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 我不配 他怎么可以在国外唱这首歌 因为国外就 因为他这首歌是唱给 头被等了啊 简单就说是八卦 你是八卦人吗 八卦 你会骗 秘密不要 不要跟我说 真的不要跟你说 连没有跟你说也会被知道 是为什么 所以你来讲 我们俩都没有讨论过这些意思 进去 进去 跟我 跟我无关的 进去 我真的跟我无关 我没有带他们来 他们是警察 太有缘分了 真的不好意思 你讲到这个是很不好意思 而且 你说不定也没有认出我来吧 没有 我根本没有看到你啊 对 你没有看到我 我没有看过你 你有看过我 没有看到你 没有看到我 在那个地方没有看到你 真的 真的 我连男生方面我都没有看到 其实你也没有看到 我根本没有她 是我现在的老婆 看到 这个不是那个老婆 你现在老婆也是你刚死老婆 对 没有 那个时候还没接 那时候还没接嘛 接了嘛 他们才跟你 是不是你们去 是不是还没接 还没 应该还没 生了小孩 还没 所以就跟着你 对 然后他跟你说有看到我 农利年 对啊 我没有看到 他有跟你打招呼 真的吗 是 后来有打招呼 真的吗 我们一天碰到两次面 碰到两次面 对 第一次就是我在那个 一个地方 然后我在咖啡里面 对 然后他后面经过 然后我老婆在对面 然后看到 我说是 他有跟他打招呼 然后我没有看到 是 他已经 已经走了 他好像已经走了 就我说 然后我还 你想到 对 然后我说 有记者在外面 会不会 后来就后来不见了 那个记者 就知道 他就跟他去那边了 对啊 很红啊 好巧喔 你搞什么 结果就是你们当封面了 然后我当了很巧 封面的下面 一个小小的 白痴不得其解 不要这样子 谁叫你那么红 你就是狗子 还会跟你 有一首歌 这个歌 我们不合唱 就不够完美了 来来来来 这一定要唱 好 这个故事 我一定要讲一下 这个 这个故事 我一定要讲 通常都是 你知道 比如说 别的歌手 然后跟我邀歌 然后我 我再问放门酸说 我们要不要写给他 然后 但是 陈毓迅不一样 我跟他说 我帮你写一首歌 因为呢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完全不管方文山 歌词我也自己写他 因为呢 方文山 有时候我都会问他时间 他时间又很敢 张张爆面 我说放山不用 这首歌 我自己写给他 而且写得非常好 谈恋爱的时候 当然是 当然有快乐的时候 是高兴的 可是 会有一种 不安的感觉 可能是外界关注很多很多 或者是 呃 出门的时候也会紧张 也会害怕 我觉得有时候都要 哇很紧张 躲一下啊 躲躲藏藏的 我觉得 我觉得 爱应该不是这样 就是不应该这么的 让对你造成这么大的紧张 目前最烦恼的是 日本 呃 八卦 前面是时光机嘛 那我会去改变 那我会去改变 因为反正就很讨厌高兴 那我就说 哦 如果时光机到了 前 我可能就会去戴湾山 那我会飞美回台湾 飞美回台湾 不要太任何 啊 接下来台湾就说 呃 你们之前在日本 不小心给狗仔队碰到 给你很大的压力 那是这个原因 令你们身材了吗 哈哈 哈哈 哎呀 我觉得 狗仔队 确实是给公众人物 比较多压力 因为 可能去哪里也不方便 因为刚才说 其实狗仔队碰到你一点想念一下 你听到会有什么感觉 哈哈 我觉得我很少看新闻 写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尽量都 不会让新闻影响我交朋友的状况 嗯 八一你们走入同一间酒店 就你们活动是在附近的地方 有机会可以吃个饭吗 嗯 星期一我一做完活动 我就得离开了 所以我应该是没有空 嗯 那你觉得你们还有机会在附近吗 哈哈 嗯 我不想回答这些问题了 因为该说的已经都说差不多了 我把记忆解证明 其实在新书发表会上有流眼泪 真的是因为我看见很多很多朋友给我的祝福 然后媒体刚好跟我谈起了过去两三年 可能媒体给的环境的压力 那我是想起来有掉脸一泪 但是绝对不是为了感情的事情 对 I'll be where I'll go 喜歡客嗎 還是喜歡聽呢 喜歡哪一個呢 喜歡我演電影還是唱歌呢 這個回答三個字 都什麼 沒錯啦我們在新加坡的朋友最熱情 都喜歡對不對 冰燒化的圈 圈起了誰改變 不是你變就是我 當社會公眾人我 我覺得我也常常會有異性的朋友 或是有異性的 就是工作的同事 只要跟我走在一起 有時候也會把他寫成是緋聞對象 這對 來講我覺得也是 比較不公平 後來想想這個對女生來講 不太公平 但是現在 想想也來不及 我已經變了 但也來不及了 我覺得愛好像沒有理智欸 我覺得你真的可以很理智去判斷 那個這個關係的時候 你也許沒有那麼 那麼瘋狂的在愛 那可是你真的喜歡的時候 你的理智好像已經 就好像就沒有用啊 可是你知道這樣子不好 或是可能會怎樣 好嗎 可是那時候你如果喜歡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 原本來你就真的擋都擋不住 就是啊喜歡就喜歡的 不喜歡 就沒辦法 所以其實 傷心一定會有那一段過程一定都會 對每個人戀愛結束都會很痛苦 對 也有那種 開車去上班現在車裡面哭一哭 然後下去就好了這樣 很真 就這一個 這一切是讓你成長很快的一段 我認為是 對 目前是單身的 因為 自從那個 因為 那個 很多歡度之後 對 跟開了其實 應該蠻久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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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肯定就不要 就是 手勾著 哦 只要是手勾著 那可能就是 那如果是在拍MV的狀態下 勾著都不算 如果就在街上 平坦在日本的頭 就算是 在北京勾著也算 最近其實 剛剛那個說好的幸福呢 這還蠻感人的 因为很多的 你知道男女分手了 女孩子就会说 你说当初说好的幸福了 诶 入戏一下 对 今天我看那歌词 我就觉得特别感动 什么说好了 对说好了 怎么了 你累了 我就觉得 对 然后男生有一首男生的歌 你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解释一下 这其实蛮不错的 就是我想要说的就是在这首歌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你要走再走 我唱一首歌送给佩晨 你想唱哪一首 说好的 说佩晨呢 说好的幸福呢 两个合唱那用不一样的味道来唱 对 这叫唱的 搖滚 好吧 一起来听听 浪华兄弟 呀 你当绘画铃乱着 在这个时刻 我响起满脚 跑的 白鸽 天地散落了 情绪不明的拉扯 我还爱你呢 和你短短续续唱着歌 假装没事了 时间过了 走了 爱情面临选择 你认了 劝了 不哭了 你开始的不快乐 你有个感觉写着 有些爱只给到这真的痛了 怎么了 你累了 说好的 幸福的 我懂了 不舍了 爱淡了 梦远了 太幸运不可 经意 谁说是你才不舍 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 我都还记得 你不可能 说好的 幸福的 我做了 你感到 风筝能否回来 只是回忆的音乐 还凶成差 要怎么提呢 你的规划凌乱着 你的规划凌乱着 在这个时候 我像几分全方的白鸽 天明一样 天明散落了 情绪莫名的拉扯 我还爱你了 和你短短学习唱着歌 假装没事了 身体默了 我走了 爱情别你选择 你认了 就认了 我哭了 一开始打个快乐 你勇敢把手写着 有些爱吃你到真正的懂了 怎么了 你那么重要的生活呢 我懂了 我不说了 爱淡了 冒险了 爱情欲不开心意 心处着你才不舍 那些爱过的感觉 都在生活我都还记得 迷不得了 所有的幸福的 我挣满 泪干了 放松了 后悔的 就是会一点意外 还要寻找着 要怎么提议呢 怎么了 你累了 你说好的 幸福呢 我懂了 我说了 爱的了 冒险了 我都还记得 你不得了 所有的幸福的 我做了 泪干了 放松了 后悔的 真心背地的 还寻找着 要怎么提议呢 哦哦哦 要怎么提议呢 哦哦哦 要怎么提议呢 要怎么提议呢 所以我觉得那都是要看人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一切都是 我刚刚讲的缘分 真的 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 我可以看到很多报纸 人都一人都闪电结婚的嘛 很突然的嘛 对啊 那就是一个缘分 哦 一见钟情 哦 OK 结婚 本周台湾娱乐之最 最醋意的前男友周杰伦 大家如此关注 侯佩腾这个主持人的婚姻大事 主要是因为 她是周杰伦的前女友 可惜如今人家要结婚了 周杰伦却绯闻传了一大框 到头来还是单身一个 非常早就得到 侯佩腾要结婚消息的周杰伦 醋坛子不是被打翻了 而是被打碎了 其实我也蛮想像侯佩腾这样 早就结婚也蛮好 对 我觉得 真的一直找不到 世道的人群 我现在其实就是 保持单身其实蛮开心 我其实蛮开心的 那我其实也很羡慕 他们这些早点结婚的朋友 你就不用考虑太多了 对啊 有人结婚 这反正就是一些好事情啊 最近周杰伦发行了新专辑跨时代 其中一首中国风歌曲 《雨下一整晚》的MV 由周杰伦自导自演 剧情描述的是男主角 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子 嫁给别人 由此被外界认为 是在影射昔日女友侯佩腾 即将出嫁的事实 近日侯佩腾在出席活动时 被追问此事 尴尬之余 她只好装傻充愣 她的MV以上都很有创意啦 所以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觉得可能是献给你的 没有耶 也希望很多人 不要借由新闻炒作新闻 女友侯佩腾任性被募集 来到周杰伦的餐厅用餐 所以外界对于两人复合采策 那么昨天侯佩腾表示说 一切都很好 而周杰伦也说 好不容易到店里光不算正常 看起来 复合似乎露出了 看她耳朵掉 哦 走了 全部来了 全部来了 来看看 好想看哦 我好害怕哦 那陈琳你打算怎么样做她另外一边呢 好简单哦 我打算帮她拔胶就好了 就是我很喜欢谁 如果头发不好看 我都会说 过来我帮你调一下 有谁谁讲过什么 我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啊 包括陈琳的刘海 我也常常在那边要乱移 对 我们会互移刘海 对 前男女有帮你再教你 呃 认识的朋友应该就有被我要求过 要帮他们弄头 所以就是说 因为男女朋友吵架嘛 那常常男生会找个借口 叫女生回来嘛 对啊 就说我剪不到后面 她把她拿你回来吧 这个借口很烂 什么然后我把它写进去 一把剪刀一堆废话 还不是想啾啾你回来吧 就是会 没有想到要步入那个阶段 其实都没有想 你笑什么 我这是一个很认真的问题啊 是啊 是啊 我知道 因为他就说真的要结婚 那些什么依依不舍的事才会这样想啊 对 可能 会不会是 有其他人还继续再打电话给他 有可能 当时手边有几个人 你完蛋了 我看你没有期间 他错 对啊 看我没有时间啊 对 嗯 对啊 你有听说吗 我自己还没听说过 对对 我就不好意思麻烦 因为你知道大家的档集很难交 所以现在还没有想到 对啊 我觉得还是会送个花吧 对 如果 有这个机会的话 就是好久好久 这个周杰伦都没有在市府的广场 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大家见面了 对不对 哎呀 等很久了 等很久了 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没有在这边 之前跟狗仔起通途的时候 大概是在那边 在前面 对 对 下车有没有 那边开车 对对对 那离市政府其实蛮近的 所以因为这样你就再也不来这一区 不是因为这样 不是因为这样 因为那个其实跨年啊 都是让他们来跨年 对对对 那这次很开心又回来这边了 近日一张周杰伦的成年旧照 被网友们在网络上再度热炒 这张就是周杰伦 与前女友侯佩岑相拥在日本逛街 被香港狗仔拍到 从而导致两人恋情曝光的照片 被网友们就是重提的原因是 在周杰伦新歌你好妈的MV中 周杰伦勾住女主角脖子的画面 竟然与当年这张轰动的照片中 与侯佩岑的亲密动作有几分相似 而歌词中一句 也许在不同时空还牵着你的手 更是被网友解读为 对已经嫁作人妇的旧爱侯佩岑的思念 在这首你好妈的MV中 周杰伦将两年前 在美国洛杉矶取景拍摄的画面 与如今在台北街头拍摄的画面 穿插剪辑 讲述的是一段恋情的美好与结束 至于这首MV是否真的是回忆 与侯佩岑的美好恋情 周杰伦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否认 还蛮少这种情歌 那这种还蛮感人的感觉 那之前我自己的画面呢 其实在美国已经拍过了 那也是这种走在街头 然后一个人在回响 所以女主角呢 女主角就在那边回响 那我在美国回响 两个这种异地的感觉 只是说我在写一些情歌就是 你知道当有时候比如说 你已经有另外一段生活的时候 那你会不会偶尔在回忆以前 会 你到了一个某个地方 你可能走到这个学校 你突然想啊 这以前读的学校 那你就会开始有一些回忆 或者是你回想你上一段的感情 那这就是 我觉得听音乐的时候 有时候一个音乐会让你勾起一个回忆 对啊 那我就觉得 沉浸在那种时光当中 我的新专辑应该会写一个 你算什么男人 真的啊 真的假的 我其实真的是写一个这个歌曲 对啊对啊 然后这个还蛮巧的 是骂谁啊 你算什么男人 骂自己 因为这个歌词就是 好像自己在讲自己 你怎么不好把他追回来 或什么 情歌啦自己写歌词 因为放松他没空 所有男友你最爱谁 蔡公勇真的很有骨气 你可以问 你可以问真的 那我不会说 那我不会说 不说吗 不能说啦 这个说了我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他最爱的男友是不能讲那个耶 你倒被我说出来了吗 他一讲不能说的秘密 你又说出来 真的 是不是在后能说 是不能说的秘密喔 就是嫁人啦 那还要说什么 对不对 就是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救命啊 因为我觉得很多男人都是会 呃 不敢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或者是 不愿 不然就是 呃 内心 太冷静 太冷淡 求婚的那个 过程是 他主动提出 然后我没有想到那么快 因为我们才认识四个月 嗯 然后他就问我 所以我就有吓一跳 我觉得这就是一段过去 一段回忆 那你心中还爱着他 但是他却跟你求婚了 这种感觉 所以这内心是非常复杂的 好 那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段 很棒的初恋的回忆或是过去 好 那我觉得就好好珍惜 其实我做很多事情 都是有规划的 在事业这一块 也是会有 那 当然在感情上面 有时候你规划真的会 本来没上病话 对 你却倒不信 你是你的剧情 我不想想见 你为我喜欢 喜剧成为 余生 我是多完美分析 你却倒是 醒来了 董伤了 你我都走散了 你我都走散了 是个人死的 proper地业 就算我是黑的痴黄 最不见那么 其常的美 只会说输了 也许是他们 我们的回忆 沒有調整 卻用力打扭下去 有時候多人了 你的不安逸在你心裡 我覺得能給你安慰的淘汰 我試過完沒放棄 你的確很大是你 醒來了 我也散了 你我都走散了 情歌的詞歌別愛你 就算我是K的指望 也不見得把愛情唱著完美 只能說我輸了 也許是你他們 我們的回憶沒有糾正 卻用力打扮下去 只能說我輸了 你的不安逸在你心裡 只能說我輸了 也許是你他們 向 complain 可知你們這個程度 我们的回忆没有照着 你却又离开到下几天 只能说过来 你的不爱 你和你心态 我就能安慰的吵架 你和你心态